先赞后看养成习惯下面证文开始 我和柳如烟结婚五年 是所有人眼中的完美好老公 甚至上过八卦杂志 人人都羡慕我们 然而大家却不知道 这段婚姻里 我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五年 她永远是那般不冷不淡的模样 而我也慢慢磨平了 当初追逐她的热烈爱恋 我知道在她心中 我终究不是那个人 于是我提了离婚 可一周后 却被她堵在了新家门口 她看着我眼圈通红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今天下午刚回到家 郑秘书就给我发了信息 先生 陆总今晚有应酬 大约十点半到家 我看了一会手机 回了个好的 十点半 她那时候应该已经吃过饭 估计还喝了酒 我只需要在浴缸里 帮她放好水 将换洗衣服 放在浴室就可以了 一切刚好 十点一刻 我想了想 给厅里留了盏灯 便去睡了 迷迷糊糊之间 似乎门口有开门声 浴室水声哗啦 即将入梦之时 身侧突然出现一抹香 气息温热 贴着我胃笼的后背 我迷迷糊糊地转过头 她的蚊子精准地 落在我的唇上 应该是有点醉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睡 她在我耳边蹭来蹭去 我有些累 可她却依旧抱着我不放 算了 每次醉了就这样 总是会哼哼唧唧 也许这是她唯一 会向我撒娇的时候 也许只有这一刻 我才觉得自己 像是她的丈夫 我无法拒绝她 庆幸之后已是深夜 她在我闭湾中沉沉睡去 我却有些睡不着了 起身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我独自坐在客厅 望着墙上的婚纱照发呆 到底什么时候提离婚好了 我和如烟是大学里认识的 那时 她是光芒万丈的女生 家世好 学习好 长得漂亮 简直是完美无缺的存在 我对这样的女生 心生爱慕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时候我也算脸皮厚 只可惜追着她 跑了两个学期 做了很多傻事 却依旧没有打动她 还记得那时的下雪天 我亲手做了她爱吃的甜点 站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她 却等来了她一句冰冷的 苏小峰 你别再来找我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我曾经也不服输过 以为这不过是她拒绝我的托词 直到一次偶然 我见到了她的心上人 林小成 我看到她小心翼翼地 帮她整理衣镜 俏皮地摸着她的头发 满目爱意地看着她笑 还轻轻点起脚尖硬上的那个吻 我才知道 原来如烟也会这样喜欢一个人 只是那个人不是我 她和小成的事 很快传遍了学校 女生和贫困生的恋爱 令小成饱受争议和议论 大家都觉得 她是个想攀附陆式的凤凰男 但如烟却始终护着她 甚至为了她动用家中关系 进了学校的八卦论坛 只可惜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恋 最终还是没能完美结束 如烟和小成分手的原因 如烟从未对我提起过 但听说是因为如烟 想让小成一毕业就和她结婚 做陆式的上门女婿 但是小成不愿意 她说自己不愿做衣服女人的男人 要自己去闯出一片天 不少人见过他们两人 在校园里争吵的模样 就这样吵架 和好接着又吵架 终于在小成决定回乡 去做乡村老师的那一天 他们分手了 半年后 陆式和苏式有个项目合作 我和如烟又有了交集 因为项目 我们又重新熟悉了起来 现在想想 我可能算是程序而入吧 我依然像几年前一样 对她很好 我会将自己在宿舍学到的心格 与她交流 在她应酬时提醒她少喝酒 也会在每次应酬结束 突然走过来问 小枫 你就这么喜欢我 我默默地看着她 点了点头 是啊 我一直很喜欢她的 她笑了笑 那你要不要和我结婚 刚结婚时 我也是对这段婚姻充满热情的 甚至可以说 过去五年的大多数时候 我对这段婚姻都是充满热情的 因为我喜欢她 即便她很少回我信息 即便我需要通过陆式的秘书 知道她的行程 即便我们除了例行的夫妻生活 好像再无更亲密的举动 都未曾磨灭我对她经久不变的爱恋 我是独生女 要继承家业 我家里却有个哥哥 日子过得相对轻松 陆式董事会的人 对年纪轻轻的她多有为难 我知道她一直很难 所以经过深思熟虑 我放弃了做苏氏的管理层 来到陆式 帮她管理当时最混乱的分公司 我知道她一个女人想在这吗 大的公司站稳脚跟有多不容易 所以我尽量不让她操心其他事情 即便累倒了 我也不会和她说 而是一个人去医院 直到那天 我不小心翻出了一个盒子 里面的一份文件显示 她持续几年 都在匿名给一个乡村小学捐款 而那位乡村小学的校长 为了感谢这位匿名的好心人 每年在接受捐助后 都会手写一封信作为感谢 请相关机构代为转交 那些信整整齐齐码放在箱子里 甚至没有多余的褶皱 而那个乡村小学的校长 就是小城 第二天起床后 我安排阿姨在厨房做早餐 竹妍走到我身后抱着我 吓了一跳 你今天要在家吃早餐吗 她点点头 阿姨愣住 呆呆看向我 我则为难地看了 也阿姨手中的食材 以前我总会让阿姨 备好两份早餐 不论她是不是在家里吃 因为她总是走得比我早 每次可以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都珍惜无比 但最近我都没再做两人份 总觉得有点浪费粮食 那你先吃这份吧 我叫阿姨将煎好的蛋卷给她 她看着盘子微微皱了下眉 你趁热吃吧 我一会不去公司 直接去工厂 上班路上随便吃点就行 我将牛奶也放下 我转身就要走 如烟突然拉住我 欲言又止 大好是不是最近分公司 事情太多累了 她看着我问 最近还真是有点累 因为总想着离婚的事 有点心累我实话实说 她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我今晚没什么事 听郑秘书说 公司附近新开了 加米其林餐厅 是你爱吃的月菜 要不要一起去 我待愣了一下 你确认你今晚有时间 她点点头 有呀 很多呀 很多真的 太好了 那晚上我去公司找你 我报报你 她这么说 整个人一下子轻松不少 她有时间 那就意味着 今晚终于可以好好谈下 离婚的事了 然而晚上我还是没能等到如烟 她失约了 下午五点 我刚从供应商那里出来 就收到了正秘书的信息 如烟临时有事 无法和您一起吃晚饭了 这样失约的事 五年内发生过无数次 我早以习以为常 便将衣服换下来 准备自己一个人的晚饭 吃过饭 我看了会分公司提上来的 几个季度报告 然后拿起手机 想刷短视频放松一下 然后 我在一个本地热门视频中 看到了如烟 她不是一个人 还有小成 两人相向而坐 背景是陆氏公司的一层咖啡厅 这名博主应该是公司的一名员工 他在视频中兴奋地说 来看看我们公司的福利 下班都能偶遇女神和著名的 教育工作者林校长在一起喝咖啡 林校长本人比电视里还要帅 好想上前要个签名啊 视频的发布时间是五分钟前 评论区里溺水的都是赞美之语 美女老板和帅气教师好养眼 好羡慕博主 美女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我也好想在现场 我默默地看了半场 关了手机 原来如烟失约是因为小成 不知为何 明明我才是她的丈夫 我却觉得她因为小成失约于我 是在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即便结婚五年又如何呢 在她心里 我和小成也许压根就没有可避心 九点半 我终于等到了如烟回来 你晚上吃的什么呀 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竟难得关心起我的晚饭 我没回答 只是沉默了一下 轻声问她 今晚你有事 是因为小成来了吗 她愣了下 思绪有些吃惊 又有些隐约的生气 是谁和你说的 我摇摇头 没谁 我刷视频看到的 半场 她轻叹了一口气 阿峰没告诉你 是怕你误会 你放心 我和她什么事都没有 我之前有给她那个学校 命名捐赠过 不知被谁走落了风声 她带着电视台过来表示感谢 她时间比较紧张 所以我就配合做了几个采访 她在我身边坐下 我们在公司咖啡厅见的 很多员工都在场 她抱住我的胳膊 我们结婚五年 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对不对 那我应该还能空出时间 咱们去吃那家粤菜 如烟 我突然打断她 我其实并不喜欢吃粤菜 是因为你喜欢 我当初为了能和你 多在一起吃饭 才这样说的太愣了下 我们结婚五年 她爱吃什么菜我知道吗 她当然不知道 她也从来没有想要知道 几个小时 隐远的情绪濒临爆发 我按下朝她大喊大叫的冲动 但还是问出了那句刻薄的话 所以你记得 小诚爱喝黑咖 爱吃可送 却不知道自己老公爱吃什么 小峰 她皱起了眉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 我们可以谈 但不要把小诚牵扯进来 果然 我冷笑 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 你就说不了了 今晚我是有话和你谈 我深吸一口气 转头看向她 如烟 我们离婚吧 空气大约安静了一分钟 如烟瞪大眼睛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离婚这种事 不是可以随便说的 空气又安静了 半晌 如烟突然站了起来 刚才或许是我语气不大好 但我不过和小诚见了一面 你就要和我离婚 我沉默了下 感觉好像她保错了重点 如果我真要出轨 也不会用这种方式 我的做事方式 你我夫妻五年 你应该是了解的呀 她继续的 我确实是了解她的 她一向要强 若是想做一件事 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 而她想做成的事 也肯定会捉迷布局 保证成功 可是她了解我吗 她爱过我吗 今晚看到视频后 学生时代 面对小诚的那种自卑感 又卷土重来 事事摆在眼前 只要和小诚站在一起 如烟 她永远都不会看到我 可一个成年人 如果这个时候 还纠结爱不爱她 未免可笑了 我只是觉得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其实并不合适 你也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哪里不合适了 她自然而然伸过手来 阿峰 这五年来 你一直做得很好啊 可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 我避开了她的手 如烟的手指在半空 顿了顿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 她突然打断我 小诚的事 我解释过了 我也和你保证 不会和她有任何其余牵扯 你还要怎么样 她黑着脸 如果你非要揪着 今晚的事不放 那就真是无理取闹了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像个女人一样 纠缠不清 我无言以对的话 被她噎了回去 看来今晚是谈不成了 也许是意识到 自己口气不善 等了会她又软了语气 我这几天真的好累 你不要和我闹了好吗 说吧她就起身去洗澡了 看着她的背影 我张口轻声道 如烟 我晚上吃的毛血旺 她脚步一顿 什么 你知道吗 那才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不是吧你说啥 第二天 我哥苏恒 看完我手中的离婚协议书 两眼瞪得像同龄 毕竟我和如烟结婚以来 两家合作加强了很多 我想了想 既然要离婚 还是提前告知下 我哥会比较好 你要是能回来苏氏帮我 我当然是觉得再好不过 但是怎么就想离婚了 我哥边说边挥动着高尔夫球杆 你说什么 什么被迫性质 我哥捏了捏鼻梁 似乎后悔自己意识最快 五年前不是陆家 需要一大笔钱周转吗 当时我看你挺喜欢他的 天天往他那没日没夜的跑 所以如烟代表陆氏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小小的暗设那么一丢丢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我哥 暗示什么 我哥不自在的挪开了视线 我和他说 要是咱们能结成亲家 那资金我肯定是会帮忙的 我待在原地只一刹那 全身的血液都冰冷凝固 老弟 我哥担忧的看向我还有什么 我掐着眉醒 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 我哥欲言又止 老的我都要离婚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你们结婚那天 如烟的那个前男友来过 我愣愣地看着他 他说想见如烟 但当时我怕节外生枝 就说你们两个如今很恩爱 如烟应该不会想见他 把他打发走了 我哥摸摸头 因为当时在场也有陆家的人 所以如烟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不大清楚 原来是这样啊 我喃喃自语 我以为他之所以会想和我结婚 是因为是被我打断 是也有一点点喜欢我的 可原来这场婚姻是他为了公司 为了陆家忍辱负重的结果 五年前 他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枫 你就这么喜欢我 难道用这种方式逼我和你结婚 所以他和我结婚 但却在我和他之间 生生地划出了一条红沟 他从不允许我越界 刚结婚时 我总是喜欢给他发信息 想带他出去玩 想和他分享生活中 有趣的一点一滴 可除了公司的事 其余他很少回复 有时也只会让秘书联系我 慢慢地我变得话少了 也不再随便打扰他 甚至主要的联系人 都变成了正秘书 我们有正常的夫妻生活 他也会在我耳边温柔软语 一边又一边叫我阿峰 我一直以为 这是我们恩爱的证明 可我曾经提过几次要孩子 他都说自己现在太忙 还不是时候 现在想来 怕是他从来就没想过 和我要孩子吧 毕竟我只是他的先生 仅此而已 昨晚他问我 他保证不会和小成 有任何其余牵扯 我还要怎么样 是啊 他们二人在我们结婚那一天 本来是有机会重新开始的 因为我 他们又一次错过了 甚至可能永远地错过 我这个罪人 还要怎么样呢 可我当初喜欢他 并不是想要这样的 他和小成在一起时 我虽然羡慕他 也从未想过要做第三者 更别提拆散他们 我喜欢他 是希望他好的 可他却用这样的方式 惩罚我 惩罚了整整五年 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 却不知不觉 走到了陆氏公司楼下 公文包里放着 签好的离婚协议书 我想了想 给郑秘书发了信息 告诉他我到了公司 来找如烟 我想离婚 我不想再拖下去了 走到一层大厅 我却见到了小成 他正微笑着和前台说话 听到脚步声 他回头也看到了我 他比视频中 看着要更瘦一些 比学生时代黑了一些 明明穿着 普通的外衫和牛仔裤 却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自信 成熟和稳重 好久不见 他冲我点点头 我和他一起去了 一层的咖啡厅 没想到在这里 还可以吃到和以前学校 咖啡厅味道一样的 可松和黑卡 真是怀念 他笑起来依旧清爽帅气 学生时代真好啊 他主动和我聊了聊 这几年所经历的事 他确实很优秀 当年回乡做了乡村教室后 帮助了当地的很多世学儿童 如今学校已经走上正轨 他也成了名人 你真的很了不起 我由衷称赞 他笑笑 这种事情 人们都只看到光鲜的一面 其实当年 我也曾坚持不下去 过他端起杯子 喝了口咖啡 其实你们结婚那天 我曾经来找过如烟 我顿了顿 没有说话 我那时仗着被爱 肆无忌惮 任性地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伤害了他 但回去真正做了乡村老师后 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真的很大 很多事情 都比我想象的难得多 我曾经很多次都坚持不下去 在我最崩溃的时候 曾想放弃一切回来找他 却听到了你们要结婚的消息 我很抱歉 他说 我并不知道你那天来过 我解释到 他低下头 没说话 我准备和如烟离婚了 我看向他 小陈瞪大了眼睛 别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的我说 他突然笑了 这些年我常能在媒体上看到你们 人们都称赞你们是完美夫妻 我摇摇头 还能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累了 我也想能有个人 能让我站着悲哀 肆无忌惮一次呢 我补充道 正在此时 咖啡厅门口 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阿峰 我和小陈同时回头 只见如烟快步走过来 他走近看到小陈时 似乎微震了一瞬 右舟没看向我 你怎么突然来这边了 看着他的模样 我一下就明白了 他大敌以为 我今天是专程来找小陈麻烦的 等等等等 小陈也站了起来 是我冒昧打扰了 我这边有几个教育公益项目 就上次和你说的那个 今天刚好我有些时间 所以想和你聊一下 我让秘书带你上去吧 如烟便叫来了 站在门口的正秘书 带着小陈离开了 我本以为他会跟着一起上去 谁知他却依然站在原地看着我 我有些不见 难道他是要支走小陈 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我秋后算账 我好歹还是他的丈夫 这偏爱的也太过明显 太不分场合了吧 没办法 我只好硬着头皮做解释 如烟不是你想的那样 发疯 你是不是哪不舒服 他愣了下 还没反应过来 我也走进一步握住他的手 你怎么脸色这么白 手也冰凉凉的 四周陆续有路过的员工看过来 还不时传来窃窃私语 我突然就反应过来 他如此反常的行为是为何 我和如烟很少在这种 私下场合共同露面 他大概是怕我不分场合 对小陈发难 所以先知走了他 他在在员工面前和我秀恩爱 里面传出什么 对小陈不利的谣言 我倒是无所谓 反正也要离婚了 帮他和小陈演绎也没什么不可以 在这我不为难他了 离婚也能谈得顺畅些 想到此 我便抬起头露出微笑 我没事的 你和林校长还有事情要谈吧 我先走了说吧 我抽出手 拿起包就要走 结果他却拦住了我 你去哪 他将我拉紧 突然伸手扶上了我的额头 阿峰 你在发烧 我送你去医院 被如烟不由分说拉上车 我其实觉得很无语 我来开吧 我说 我们俩人在一块的时候 为了让他多休息会 都是我开车 不用了 我来开 本来以为他只是找了个 让我离开公司的借口 谁料他却真的开车 带我去了医院 没什么事 体温正常就是 医生问如烟 你老公这滴血糖多长时间了 有几年了如烟蒸了蒸 回答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常年都随身带着糖和饼干 我看过医生 其实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医生 我其实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我自己常年都随身带着糖和饼干 这可大可小 除了心机乏力 严重时也会导致昏迷的 医生边写病例边道 家属还是要多关注一下 要尝给他备着点糖 如烟点点头 好 没事的 医生 我其实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我自己常年都随身带着糖和饼干 出了医院大门 去停车场的路上 如烟一直紧紧抱着我的胳膊 去医院折腾一圈 我当时头真的有些晕 坐上车后 便从公文包里翻出一颗糖 拆了糖纸放进了嘴里 车里空气很沉闷 我干脆闭上眼 不知开了多久 车终于停下了 空气安静了半上 他突然轻声问 怎么从来都没和我说过 我疑惑地看向他 不明白他在问什么 身体不舒服 应该不止这一次吧 他将车停在了路边 说了呀我依旧闭上眼 什么 他睁了睁眼 刚结婚的时候 有一周你每天都回来很晚 周五那天 我滴血糖 从分公司开车回家 路上突然有些晕 于是赶紧停了车 给你发信息 问你能不能帮我带点糖过来 我笑笑 你没有回 我估计现在也忘了吧 毕竟那时候 我给你发的信息太多 忘了也很正常 还有一次 这个你应该记得吧 我们一起接受杂志采访 记者不小心碰到了 我放在沙发上的公文包 结果包里的糖掉了下来 记者为此怀疑 我们私下生了孩子 但是没有公开 那次采访问题都很刁钻 你挺不高兴的 采访完后专门和我说 以后不要在包里 放那么多没用的东西 为什么没有说呢 他握住了我的手 因为你从没给过我机会 而我又生怕 自己这个小缺点 成为让你厌恶的借口 你不喜欢我这样 我就放在包的夹层中 不再让你看到 你想成为陆氏的掌门人 我就尽自己最大努力 去成全你的愿望 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 其实找了一家川菜馆 本想今晚想和你去吃的 他手似乎有些微微颤抖 可你身体不舒服 今晚我们去吃点清淡的吧 好不好 我摇摇头 我回家吃点粥就行 你不用陪我 赶紧回公司吧 阿芳 我今晚有时间 我免不了好心提醒 可小诚还在公司等你 那种事副总谈就行 我不用亲自去 他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我 所以你今晚真的有空 我点点头 他某种闪过一丝喜悦 那我们直接回家吧 好吗 那等回家后 我们就好好谈谈离婚的事 我补充道 后半程如烟都没有说话 他其实是个挺敏锐的人 从昨晚到今天 我想他应该已经明白了 我说的离婚是认真的 到家后 我平静地把离婚协议书拿了出来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该想的点都想到了 我们离婚对苏路两家 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会退出陆时分公司的管理层 如果你还有想加的部分 你可以加 我们可以商量 他默默地看着离婚协议书 没有说话 我坐在他对面 我知道你忙 所以想尽量准备周全再和你说 这样我们可以快一点 也不耽误彼此时间 我不同意他突然将协议书推了过来 我愣了下 你是对哪条不同意 我翻开协议书 股权这条 不是他低过头 那你纠结的是什么事 我问 我不同意离婚 他突然抬头看着我 一字一句 四目相对 他的表情似乎很认真 为什么 我问完后 却恍然大悟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这五年将分公司管理的还行 所以怕你下一任丈夫做不好 他摇摇头 你不用担心 只要他愿意上心 就能做好想了想 我又去书柜里拿出五个本子 这些本子里 记录了在陆时公司内部和 应对媒体的很多注意事项 还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分公司的人员情况和构成 你放心 这些我可以都交接给你未来的新丈夫 日后如果他需要帮助 也可以随时来问我 他突然提高了声音 你的一项工作吗 我没说话 只是转头看向了窗外 怎么可能只是一项工作呢 正是因为太真实这段婚姻 为了帮他做好一切 才会这样努力啊 可如今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他拉过我放在桌上的手 你要知道 我们不是工作关系 是同床共枕的夫妻啊 可我们除了同床共枕 没有一点像真正的夫妻 他争了下 我们每个月一起吃饭的次数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我和你发的信息 甚至比不上和郑秘书的临头 我虽然不知道别人家夫妻是怎样的 但我知道 我已经不想要这样的婚姻了 我轻轻抽出手 如烟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仔细想过很多 这段婚姻里 你并没什么错 当初追你的人是我 想和你结婚的也是我 我深吸一口气 这五年你没出过轨 是我 一直对这段婚姻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日子这么过下去 确实也不是不行 可我觉得 人生在世 我们还是应该和自己喜欢 也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 毕竟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更开心吧 他愣愣地看着我 你觉得自己喜欢的人是谁 我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但不管是谁 小程也好 其他人也好 都不会是我 第二天一早 我搬出了家 住回了我婚前买的一个公寓 前一天晚上 我们安静对坐了几分钟 如烟起身接了个电话 就离开了家 一晚上都没再回来 离婚协议书被他带走了 我想他应该是同意离婚的 毕竟对他也没什么损失 我左手的结婚戒指 是如烟五年来送我的唯一礼物 我走之前摘下了戒指 将它放在了床头 才收拾妥当 就接到了我哥的电话 不是 如烟怎么一大早 突然打电话问我 你喜欢吃什么糖 我哥声音无奈 啥情况啊 你俩玩过家家呢 这婚你到底是离还是不离 我愣了下 离老哥 我想了想 问 咱家是不是有个小传媒公司 运营的不太好 嗯 好几年了 一直不盈利 我打算及时止损不做了 我举着手机 看向窗外广阔的蓝天 给我吧 好不好 傍晚时分 我破天荒地收到了如烟的信息 今晚的酒会 我们一起去 行吗 看着手机 觉得一时有些恍惚 这种信息 明明以前都是正秘书发给我的 我们各去各的吧 走离婚程序这段时间 我就不住家里了 那边再也没有回复 确实这才符合常理 可一个小时候 我下楼准备开车时 却看到了如烟 她不知道在这里等了多久 整个人看着有些疲惫 眼里也有血丝 我从未见过她 如此憔悴的模样 你怎么 她眸中似是划过一丝光亮 快步走过来 拉起我的手 却猛地顿住 戒指呢 摘了为什么不带了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们都在走离婚流程了 还需要代码 不需要了吧 她提高声音 我还没同意和你离婚 我不明白 你昨晚没说不同意啊 离婚协议书 你不是拿走了吗 她看了我半晌 眼中突然闪出了泪花 她抱着我 声音带着哭腔 没说不同意就是同意的 我不想离婚 如烟说她不想离婚 我之前曾设想过 离婚路上的无数个绊脚石 比如我哥 比如分公司的管理交界 比如财产分配 可偏偏从未料到 会败在了第一关 你为什么不想 这难道不是对我们都好的事吗 她愣了下 刚要说话 却被一阵暗了把声打断 原来是她的车挡了别人的路 没办法 催促之下 我们只好一同上了她的车 一起去酒会 结果才坐进驾驶位 就察觉出了不对劲 本来干干净净的后座 对了一个又一个包装袋 我买了糖 她亲声说 副驾抽屉里也都放了 以后你不舒服 不要逼着自己忍 说吧 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都陪你吃 我也会学着做 我以后会早点下班 我们一起吃晚饭 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 娶乐园 如果让你在意的是小成的事 我也可以解释 公司这些年 确实一直在做教育公益 但学哪所学校 并不是我决定的 而是办公室综合考察后 所做的选择 会选到小成那所学校 我也没有想到 我甚至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我知道你可能看到了那些信 其实那些信 一直是办公室收着的 我并没有比你早看到几天 只是因为老爷子前一阵子 不知从哪知道了 感谢信这事 于是我让办公室整理好 想周末拿回老宅给他看看 可颂和黑卡他 他似是有些委屈 在公司咖啡厅的员工 之前在学校咖啡厅工作过 他后来失业了 我就让他来这边工作 小成以前在学校咖啡厅打过工 所以他还记得他 也记得他的喜好 也许那晚我态度不好 让你误解了 可我觉得他真的只是一个过去的人 和我们两个没有关系的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他打断我 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昨晚想了一整夜 在这段婚姻里 对一直到了酒会现场 我都有些恍惚 和几个熟食的人礼貌寒暄后 我想透透气便去了阳台 谁知却在这里见到个熟人 唐星 我的青梅竹马 我走了过去 这不是人人夸赞的绝世好老公 他看到我笑着挑眉 好久不见 这姑娘嘴还是不那么招人待见 你还好吗 我知道她是唐家的私生女 在唐家的处境并不大好 她掏出一根烟递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 算了还是不抽了 毕竟没体验过 我不抽烟我说 且真无趣 她指了指阳台外的大片树林 要真有人藏在那里偷拍我 我就把你在这里给我吞了 你信不信 我曝氏笑了 确实心中也有些烦闷 算了 来一个码 这才对嘛 她拍了拍我的肩 刚才见你那副模样 我还以为你抑郁了呢 我笑笑 我最近还是没有工作嘛 她无所谓的耸肩 唐星 你要不要考虑来我的小公司 我知道她其实一向很有设计天赋 什么情况 你不是在陆氏吗 不做陆总背后的男人吗 她挑眉 我懒得和她半嘴 拿起手机 将公司资料发给她 公司还在重新起步阶段 工资不高 但我希望你能来我说 知道了 她打个哈欠 目光却突然越过我 看向门口 我转过头 是如烟 我第一反应是 本能的想把烟掐面 如烟不喜欢烟味 她走过来 皱着眉看了看唐星 又看向我 怎么抽烟了 身体不好 唐星看看我 又看看如烟 你不知道她会抽烟 唐星 我突然出声 唐星走上前 笑着拍了拍如烟 你们结婚要好多年了吧 你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该不会还不如我了解吧 唐星走了 留下了脸色发白的如烟和我 那个我只觉得头疼 你别误会 我不是有意瞒你 这几年分公司事情多 你也知道你的几个书败 一直在里面捣乱 开始还是挺不好搞的 有时候烦了累了 我会一个人在家抽一些 解释完 她的脸色更白了 想了想 我又补充到 这里刚才我和唐星看过 不会有人偷拍 所以你不必担心 会有公关问题 你以为我担心的是 有人偷拍到你抽烟的样子吗 她眼圈红了 我愣了下 不是吗 她低下头 阿峰 我让你很失望 对吗 我摸了下鼻子 其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失望吗 当然是有的 曾经有多么盼望 自然就有多么失望 可是失望的多了 也就习惯了 如今都下定决心离婚了 还说些无谓的指责做什么 我摇摇头 没有的 现在分公司走上正轨 我也不怎么愁 所以你的压力可以和唐星说 不能和我说吗 她愣了下 如果非要说的话 你愿意听吗 我点点头 我现在唯一的压力 她抬头认真道 就是咱们的离婚程序 能不能走得顺畅 如果能快点就更好了 这一下 如颜浑身都在抖了 我也很无语 明明是她非让我说的 她走过来抱住我 声音嗡嗡的 只有这个不行 从那以后 如颜似乎变了很多 虽然我还是坚持 退出了陆氏分公司的管理 接手了苏氏的传媒公司 却总能在新公司 收到她的各种礼物 还有各种做好的饭菜 当然 还有时不时 就会出现的她本人 说我娶得太太好 我笑着摇了摇头 这些夸赞对我来说 已经习以为常 只有唐欣 自从她加入我的公司后 每次看到如颜送来的东西 都会露出一味深长的笑 边笑还边摇头 一个月后 公司要制作一个投标材料 我和唐欣为了一个小细节 讨论了好几天 终于搞定的那一刻 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我拍了拍唐欣的肩膀 笑着说 唐欣 你这次真的很认真啊 唐欣白了我一眼 那是我余尊降贵 来帮你的好吗 我哈哈大笑 好好好 我欠你一对夜宵 唐欣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她突然顿了顿 看向门口 她恩手道 你看 我就说嘛 我转头看过去 门口站着的是如颜 她手里还拎着保温饭盒 微笑着走了进来 吃饭了吗 她轻声问我 我一时有些愣住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她突然走到我面前 紧紧地抱住了我 如颜 你怎么了 我有些疑惑地问 她没有说话 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墙上的闹钟 滴答滴答地走着 半晌后 她轻声道 阿峰 我吃醋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 如颜 你 她抬起头 看着我的眼睛 我之前问你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我没办法去想象 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模样 就像刚才 我站在门口看你对她笑 你们那么开心 我心里的醋意根本止不住 我愣住了 没想到如颜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一直以来 都是那么温柔 善解人意 我从来没有想过 她会因为我吃醋 如颜 你也有问过我 为什么想要离婚 对吧 她的身子一震 我做了五年 别人的老公 满心满眼都是自己老婆 可回头去发现 我把自己弄丢了 如颜 我想离婚 是因为我想找回自己 我想为自己而活 我轻轻拉开她 看着她的眼睛说 五年了 我们好聚好散好不好 她摇了摇头 眼泪流了下来 我摸了下她的脸 侧身从她身旁离开 谁料她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老公我 她的声音带着颤抖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她的手心很烫很烫 仿佛有一股热流 在传递着她的情感 我深吸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行 我给你一个机会 年底之前 如果你能卸任陆氏总裁 我们就不离婚 她愣了下 似乎没想到 我会提出这样的条件 她皱了皱眉 说道 这个条件对我太苛刻了 我 我摇摇头 试图抽回我的手 但她却依旧紧紧地抓住不放 只有这一个条件 其他都不可以 我坚定地看着她说道 晚上 她松开了我的手 低声说道 我知道了 唐欣在一旁看着我们 惊讶了一瞬 随即大笑摇头 不可能的 如烟要卸任了 我把头拧下来 给你当球丸 我知道陆家的情况 其实比较复杂 陆老爷子有两个儿子 如烟的大伯和如烟爸爸 开始陆老爷子本意 是要把公司 给大儿子一家的 可谁知如烟的堂哥不争气 六年前惹出了些麻烦进去了 于是只能由如烟接手录事 但其他亲戚 毕竟对女孩子不服气 没少在公司里作妖 每个人都对总裁之位 虎视眈眈 五年来 我也替她处理了 不少类似事情 手心手背都是肉 如烟自小并不住在陆家老宅 和陆老爷子的关系 并没有多亲近 而老爷子年纪大了 有时也会是非不分 这五年来 她一个女孩子 是费了多大力气 才坐我那个位置 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 她一定不会卸任的 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在我说过那句话后 如烟就再也没有找过我 三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我全心投身到工作中 公司的经营 终于也有了好转的迹象 唐欣和其他员工很努力 我能看得出来 这些日子 她也变了不少 公司办了个小小的年会 大家一起聚餐唱歌 我哥也来了 他大笑着对我说 行啊老弟 果然就像大家所说的 你就是个商业的天才 说着他就开始得寸进尺 你是不是也应该 接受点集团的事情啊 老爸总压榨我一个人 你哥我都快累死了 年会上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我答应了他 我哥也很兴奋 又唱又跳 平日的形象全无 晚上11点 大家一起从KTV出来 刚巧下雪了 几个爱闹的便就地打起了雪仗 对面一个商场的大屏幕上 正在播电视节目 我哥站在我身后 叽叽歪歪个不停 一枚雪花落在了我的头发上 我抬手拍了拍 在那屏幕上 我看到了如莹 他大方优雅地接受记者的采访 请问陆总 此次突然卸人陆氏总裁 你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如莹淡淡一笑 没什么特殊原因 想休息一段时间 陪我老公 我愣愣地看着屏幕 转过头 我哥哥也一脸呆滞 与我目光相接后 抬起右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正在此时 我的手机响了 你在哪里 市中心钟楼 我半小时就到了 阿峰 你要守约啊 他的声音带着放松的笑意 一会 我在钟楼下见到了如烟 他踏雪而来 雪花不断落在他的肩膀上 朦朦胧胧 如梦似幻 没必要把两人相对而战 我说 你卸任了 以后再也回不去了 怎么办 他摇摇头 轻松一笑 回不去就回不去 五年的心血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真任性我掐着自己没醒 他没眼一弯 所以 你是有在担心我 对吗 他又走近一步 所以 我还是有希望的 对吧 他伸手递给我一份文件 是那份离婚协议书 我愣了下 不明所以地看向他 这三个月 我一边办理卸任手续 一边想了很多 阿峰 我卸任了 但我并不想用词强迫你 继续这段婚姻 他顿了顿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字了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卸任 我更不明白了 伤人可不做亏本生意 我有信心 即便离开路市 我也能再造个新的路市出来 一切从头开始 反而更有挑战 他笑笑 而且我想拿些人 只是换别的好不好 换别的 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 他踮起脚 帮我扶去发间的雪花 换一个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他抬头 我低头 四目相对 他的眸中 满是未曾见过的温柔爱意 换一个 如烟重新追求小枫的机会 我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从此 我再不是人们口中的 那个完美老公 只是小枫是我自己 钟楼敲响了新年的钟声 我和如烟一起 抬头看向漫天飞雪 新年了呀 我感慨到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向我伸出了手 新年快乐 小枫 我是如烟 我看着他 笑着说 新年快乐 如烟 我也伸出了手 我是小枫